世事如此纷扰,还是看电影比较好 欢迎大家收看天帅说电影 贪婪是一种罪,终究会害人害己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部探索人性的动画短片 《利己主义》 在一个蝗虫肆虐的年代 人类所有的粮食都被吃得干干净净 就连仅有的牲畜也惨遭毒手 没有了水源和粮食 村民一个个死去 村长年迈体衰 他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持他行走 村长仆佛在地祈求神明可怜可怜他们 突然一个神明从天而降 把村长吓了一大跳 神明善心大发 了解到人间的疾苦 随后捏了捏自己的手指 便出了一个巨型跳蚤 村长惊喜万分 拿起跳蚤就离开了 他回到家将虫子煮熟后 分给了那些即将失去生命的人 他受了一遍恩惠后便想着第二回 于是村长带着一群人来到之前的位置向神明祷告 神明果然又出现了 依旧是从身上甩下一只跳蚤 众人千恩万谢之后 回去将食物给分享了 渐渐的 人们甚至有了固定的祈祷仪式 善良的神明一次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可是人多肉少 怎么分也是吃不够的 村长灵机一动 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天村长像往日一样跪在地上祈祷 但是他却在神明出现的时候 拿出了身后的弓 村长一剑抱头射杀了神明 随后村长拿出砍刀 在村民的帮助下 砍下了那个可以变出跳蚤的手指 他们把手指固定在树上 然后用高压垫垫击手指 手指一张一合 变出了源源不断的跳蚤 村长甚至还开了一个食品加工厂 村民想要购买食物 就必须用金币来交换 金币堆积如山 村长赚得盆满钵满 走上了人生巅峰 而且爱搞起了房地产 建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大厦 闲暇之余 村民就在公园里晒太阳 开飞机 可是好景不长 以此雷电将村长帝国大厦 变成了一片废墟 更加没想到的是 遭遇累积的神明竟然复活了 神明站了起来 一怒之下屠杀了整村的人 并且摧毁了人类的城市 所有的文明毁于一旦 最后神明把村长抓住 一口吞进了肚子里 贪婪的人类终于遭到了报应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